母亲为了给儿子讨个媳妇 竟逼着女儿去和大自己十几岁的男人换亲 你就是王春安 就你 要跟我搞得像 梨花为了搅黄这门亲事 故意像审犯人一样询问对方 多大了 33 属虎的 属虎的 属虎的35 没人 让我说小点 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级 还有呢 机关山东 健康水平一般 性别男 废话 我问你 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就是 在一起睡觉 养孩子 嘿 见对方被自己吓唬得连连后腿 梨花不由地笑了起来 随后还打了一套武术队里心血的拳 王春安被吓得躲到树后 这小妞 只要是把她举到家里了 那可热闹 眼看亲事要慌 这可把不远处的梨花母亲筹坏了 因为她还指着女儿给她的儿子往回换个儿媳呢 原来梨花的哥哥在部队当兵事 发生意外落下了残疾 因此三十多岁了还没逃到老婆 身为母亲自然很着急 她就带着一筐鸡蛋来找隔壁村的媒婆压巴嘴帮忙 结果媒婆也很犯愁 老嫂子 我也没张成了 唉 我不是打你的高兴 这不缺胳膊不缺腿的 还不好找 和胖女儿还拉着个缺腿 现在姑娘 金得像个猫 哪个愿意跟她呀 梨花的母亲一听更加发愁了 带着哭腔让媒婆给想想办法 到底是媒婆的点子多 随后就给她想了个换亲的主意 让你闺女给你儿子换一个 你的闺女给人家 人家的闺女给你当儿媳妇 一个换一个 两不吃亏呀 但梨花的母亲有些犹豫 因为梨花已经和同村的赵勇 谈着对象 并且感情还非常好 这不成了猪八戒 非媳妇 谁是媳妇 好好好 不管媳妇不媳妇 反正你再叫我一句好听 我才不叫呢 美得你 叫不叫 不叫 不叫 不叫我可撒手了 叫叫叫 哥 一声哥哥叫得赵勇腿都缩了 直接在等货里 虽然很狼狈 但赵勇却高兴得不得了 爱情这玩意儿 是多厉害的 这边两人情投意合 却不知另一边的 媒婆正全梨花的母亲换亲 俗话说 龟打不得墙 闺女养不了娘 养老送终 还得靠儿子 人家城里拿工资的 老了有退休金 死了有棺材费 咱们这些草木之人 到老也得啃着庄稼根 你要是舍不得闺女 不给你儿子换一个 可就断了香烟后代了 到你走不动 爬不动的时候 连个孙子孙女 踢尿罐子都没有啊 媒婆的一顿思想输出 让梨花的母亲觉得很有道理 虽然对方男的岁数有点大 但好在他们的闺女 也比自己的儿子小很多 于是梨花的母亲就同意了 甚至还把相亲的日子 也直接定下了 回到家的母亲和梨花 说了换亲的事 梨花自然是不同意 妈 你疯了 谁跟你出来送主意 我非死烂他的嘴不可 哥哥张凯知道后也不愿意 他不能牺牲妹妹的幸福 来换取自己的婚姻 不能端着妹妹的眼泪 当自己的喜酒 我不要媳妇 我得挺考 我要媳妇 我要孙子 外孙不也是孙子吗 哦 外孙子能姓张啊 你要是非要啊 我给您抱一个来 抱来的孙子 我不要 换来的媳妇 我也不要 母亲见兄妹二人都不同意 就和梨花打起了胆情牌 说自己只有这么一个人 而且腿还有残疾 若是娶不下的媳妇 生不下的一儿半女 将来老了谁来照顾她 况且哥哥从小还那么疼她 怎么能舍得让哥哥打一辈子光棍呢 这时恰好在院子里的张凯摔了一跤 梨花急忙将她扶回屋里 看着正在揉腿的哥哥 他心里开始有些犹豫了 他来到哥哥身旁 我看 王后 你真的有个人照顾你 要不 我就给你换一个 胡说 哥 还等着和你和赵勇的喜酒 虽然兄妹俩的想法一致 但母亲却王八痴趁妥铁了心 我守着个闺女 就不能眼看自己的儿子打一辈子光棍 相亲这天 张凯早早的就去镇子上卖兔子 故意躲着不去相亲 而梨花直接藏到了赵勇家 谁知母亲竟找了过来 梨花只好躲进了赵勇坐的衣柜里 但还是被母亲找到 你拿妈当猴傻的是不是 一口出来 眼见梨花的母亲要把梨花带走 赵勇情急之下 将老太太反锁在了衣柜里 两人刚跑出院门口 梨花觉得不妥 毕竟那是自己的母亲 随后便要回钥匙把母亲放了出来 无奈 梨花只好跟着母亲去相亲 对方也是一对兄妹 父母死得早 两人都是爷爷拉扯大 眼看自己的孙子快四十岁了 也娶不到老婆 就只好出此下策 梨花给约定两家在村口的河边见面 当梨花牧女赶到时 对方和梨花已经等候多时 梨花的母亲看着水灵灵的女孩 很是喜欢 介绍完自己儿子的情况后 看女孩没有嫌弃 秀氏叹性地问 那你担架过来 咱们不对换亲了 行不 啊 那不行 我爷爷就是为了我哥的事 都愁病了 我就是为了让我爷爷输点心 才同意对换亲的 真懂得疼老人啊 轮到梨花可就不一样了 她听对里的姐妹说 和她相亲的男人既胆小又自私 梨花便给对方一顿笑 这便有了开始的那一幕 与此同时 赵勇为了阻止这门亲事 就让喜欢王安春妹妹的小刚去搅和 小刚敢到时 正好撞见了梅婆 她捡起一条小蛇就给一顿吓唬 结果梅婆一不小心掉进了坑里 梅婆趁机想要饿小刚一回 我上不来咯 那好啊 叫她跟你做个伴吧 在众人的努力下 这次的相亲只好不欢而散 另一边在镇里卖兔子的张凯 遇到一个同行 看着对方的长毛兔 她不由地点评了几句 她这个兔啊 饲养管理的挺好 可惜 兔种不纯 什么 兔种不纯 不懂装作 女孩不知道 张凯退伍回来后就专门研究起了长毛兔的养殖技术 如今是这方面的行家 你这个兔一年能产多少毛 至少半斤多呗 才半斤多呀 她还不知道呢 半斤多毛就卖四十块钱了 那你说能减多少 一斤到两斤 一个兔子能减一两斤毛 守着这么多人吹牛 你不怕吹豹了 你见过好处吗 也真是门缝里瞧人 把人瞧扁了 说着张凯就拿出自己包里的兔子 女孩虽然觉得对方的兔子确实比自己的好 但还是不服气的说 学了八滴子 别神气 你能养 我也能养 冤家路展 在回去的路上 张凯刚把兔子放出来想让吃会草 兔子却不听话的跑了 因为腿脚不利索的缘故 张凯逮不到她的兔子 恰好被路过的女孩看到 就主动上前帮她抓了回来 谢谢 刚才 我不是故意的砸你的买卖 你这兔 卖给我好吗 拿去 多少钱 本来就心有愧疑 刚才又帮了自己 张凯犹豫了一下说道 送给你 不要钱 不要钱 我不要 那你就给二十块钱吧 你为什么没这么便宜 我看你兔子饲养管理挺好 你又挺喜欢 拿去 女孩也没想到 自己刚才还骂人家 娶了八级的 现在对方反而不和自己计较 但兔子带回去 没养几天就死了 而且自己原来的兔子 也死了好几只 女孩的母亲跑出来一看 兔有什么用 前两天买婚的宝贝 正是有传染病 赵人给骗了 减价没好货 买谁的 快去找他算账 没错 女孩正是媒婆的女儿 女孩带着兔子 一路打听找到张凯家 一进门就喊道 有个穴了八级住这儿吗 什么穴了八级的 我哥哥有没有信 你找我 对 找你 你为什么骗人 为什么把病虫卖给我 说得好听 还说不要钱送给我 你看 唱得不强 装到挺像 张凯知道自己的兔子 肯定没问题 为了查明兔子们的真正死因 他和妹妹一起去女孩家查看 结果是食物中毒 张凯当即从自己的医药包里 对症下药 给还没死的兔子 都为了要打了针 临走时还给女孩留了一瓶 帮助兔子健胃的药 有什么事再找我 好吧 快走吧 张凯兄妹俩走后没多久 女孩的母亲就从兽医站回来了 看到兔子已经被治疗就问道 怎么治的 按中毒治的 医生怎么说的 对 也说是食物中毒 村边那片果林 前天刚打过农药 那天风大 可能是药飘到草上了 纯曼知道这次又误会了好人 于是第二天就带了一筐兔草 都能道歉 但张凯正在给村里的养殖户们讲解养殖技术 见女孩来找他 张凯就让他先进屋等 一进屋的春曼看见张凯的屋里一墙的奖状 和堆满书架的书籍 心中不由地产生敬佩之情 他偷偷将写好的道歉信 夹在张凯的日历本上 不一会儿 张凯回来了 可能因为两人都是养兔子的 所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当春曼走后 张凯发现了日历上的信 张凯同志 我不好意思当你面道歉 我还讽刺挖苦过你 请你原谅 我没什么报答你 你的腿不方便 往后 我每天给你送一筐草 因为前两天的相亲不欢而散 梨花的母亲又来找梅婆帮忙 因那天她看上了王家的闺女 想让那闺女给自己做儿戏 梅婆一想到那天受得气本想推脱 但当梨花的母亲拿出一笔抛腿费时 梅婆变乐得合不拢嘴 大花眼都笑眉了 当即就答应再去促着婚事 到底是梅婆的嘴 一个牛粪妥妥也能让她说成是花卷炫炫 第二天老王家就让人给送来了聘礼 星级的母亲让梨花和张凯准备一下 明天就去和王家兄妹一起登记 梨花听后很是生气 她把东西扔了一地 妈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 别再给妈吃黄莲豆了 就不知道替妈才有解仇 你看人家爱香 为了给她哥哥换个媳妇 不嫌你哥瘸 情愿来咱家 多孝顺 她是她 我是我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做主 你是我生的 我养的 就得我说了算 我就是不坏 见梨花怎么也不听自己劝 母亲就哭着说道 你单纯有点良心 也得替你妈和你哥哥想想 往后 我死了 你嫁了 陕险你哥哥这么个残废人 到了七老八十 在拐不动 爬不动的时候 谁伺候他吃 谁伺候他喝 说着母亲竟直接跪在了梨花的面前 软银间失了的母亲见兄妹俩不妥协 便拿着自己的养老钱来找赵勇 希望赵勇主动和梨花撇清关系 但赵勇也不为所动 随后赶来的梨花冲进屋内 经过这么一处 梨花的母亲气火攻心直接病倒了 为了彻底打消母亲换亲的想法 梨花决定和赵勇偷偷去登记领证 张凯来劝妹妹说毕竟结婚是大事 母亲正在气头上 让他俩先出去躲一躲 等母亲消了气后再名正言顺地办这个事情 第二天春曼又来给张凯送土草 张凯将一只新品种的兔子送给他 多少钱 咱们俩的账一时半会儿也算不清楚 你送给我那么多草 我该付你多少钱了 我看就两免了吧 你等会儿啊 好 这时修兔窝的小刚看到春曼就过来搭讪 桃花带的 你认识你们村那个鸭巴子吗 你给烧个话 叫他正是巴底的 我看就说了媳妇 说成了 到秋后我把卖的福度钱 封给他一半 殊不知 眼前这姑娘就是媒婆压巴嘴的闺女 这天 县里让各个村的养殖户派代表 到县里开会 恰好张凯和春曼是各自村的代表 在经验交流会上 张凯被邀请发表了 自己的养殖经验讲话 台下的春曼一脸崇拜地看着他 张凯虽然身患残疾 却从未放弃努力 他积极乐观 勤奋好学 对待他人善良且热心 春曼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 两人相处的画面 此刻台上的张凯竟让他如此的着迷 会议结束后 躲在县里的梨花和赵勇请哥哥吃饭 谈话间 春曼得知梨花逃出来的原因后就说 梨花 嗯 你甭逃了 你可以回去了 我给你打保票 你妈不会再逼你了 我给你哥找个对象 就怕你哥不愿意 谁啊 哦 再回去的路上 经过村口的小河室 春曼主动上前搀扶张凯 张凯略显不好意思 我俩一块走 不是更好吗 春曼也趁机吐露了心声 我永远这样扶着你 你愿意吗 我可是个残废人 可我 就爱你这颗 没有残废的心 这可是 一辈子的事 我情愿 前面回去的梨花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 还在生病的母亲 直接一股脑跑来河边迎接 刚好媒婆也在 听说张凯找到媳妇 媒婆一脸不可置信的说 要没我呀 她找媳妇 等猴年马月吧 猴年马月 嘿嘿 你回头瞧 嘿 老子抱着过来嘞 谁家的闺女 大白天的也不害臊 你家叫 那不是你们家村妹吗 别瞎说 你看呢 啊 确实如媒婆所说 没有她 张凯还真不好找媳妇 可想而知 不久后 梨花和赵勇也过上了 雷凶雷造的幸福生活 那是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